他被网友称为古典舞的天花板 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舞蹈学院录取 身高不足1米7 却被中国歌舞剧院破格录用为首席舞者 他就是唐诗义 唐诗义 1990年出生于湖南 6岁开始 他便开始学习舞蹈 因从小他就展现出了对舞蹈的过人天赋 老师便建议他到北京舞蹈学院附中进行深造 考上附中后 唐诗义参加桃礼杯选拔时 被分到了中国古典舞座 从那儿以后不自觉地 偏重对古典舞的学习2006年 潜伏了这么久的唐诗义在舞台上大放一彩 凭借自己精湛的舞蹈技艺 和愿味十足的动作打动了全场 获得了金奖 通年 唐诗义在毕业考试中 更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被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教育专业录取 成为了一名本科生 大学的老师曾这样评价他 上课时我做动作 分析细节时 唐诗义一动不动 但是我讲完后他立马就能呈现出来 上帝给了他天赋 而他用努力把这份天赋发挥到了极致 在练习中 每一个动作他都要反反复复地练习 一路披荆斩棘 伤痛在所难免 唐诗义的脚 在几次严重的崴脚后便落下了冰根 他却从未请假休息 四年来 他没有拉下一节课 没有偷懒过一个动作 训练中他从不心疼自己 也从不流露他的疲惫和伤痛 在校期间 唐诗义为了磨练自己的舞蹈功底 拒绝了许多歌舞剧院的邀请 直到毕业那年 他才进入了中国歌舞剧院 他的义务水月落神精彩绝论 被人们留下无法忘却的记忆 唐诗义也因为这支舞蹈 获得了很多奖项 可以说 含起舞蹈表演者 尤其是古典舞表演者 唐诗义就是不得不提的存在 在唐诗义的眼里 舞蹈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舞蹈 在朋友们眼里 唐诗义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 无论是曾经的求学阶段 还是如今的工作阶段 他唯一专注的事情就是把舞调好 唐诗义说 我非常珍惜舞蹈过程中的每一份精彩 希望以后也有机会 能够用多种形式的表演来提高自己 在立足舞蹈的基础上 舞蹈位观众献上新的艺术作品